大家好,我是韦灵文化的诸位老师 那么针对2021年全新升级版本的 练词真题5500词版本 也是练词七周年的纪念版 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我们会将新版的书籍分为主书和增值本 两本,那么所谓的增值本 它包含了2020年新增的词汇和例句 那么主书先发货 大家可以早点备考 增值本在20年研究生考试结束一周后开始发货 免费邮寄给大家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每年1月初出版的新书 我们专门在等待最新当年考试结束之后的试卷 我们会在一周时间通宵打蛋去印制 而更新部分的内容实际只占了书籍词汇和例句的更新部分的5% 那为了不因为这5%的更新内容 而让大家多等待60天 才能拿到全新的书 我们决定做一个增值本 免费邮寄给你 一套书 我们承担了两次运费 只是为了让大家成为那只早起的鸟儿 有虫吃 拿高分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练词序列最新版本 全书完整配套版 Unit One 那么首先看到Unit One 在这个课开始之前呢 还是要向老板书籍致敬 其中有一句话非常好的阐述的练词序列的核心理念 如果没有听过老板课的同学也不用担心 也不要仅仅是因为听过你们的师兄师姐推荐这门课 那么在我们这门课里面有一句话叫 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 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 那么这句话为什么受用 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课程非常反对 大家功利的学英文 这个功利指的是 你只盯着过线 比如说你的专业分数线要求45分 那么你就一切描着四数去准备 到最后老天经常就开玩笑 让你考44你怎么办 所以你发现往往考70加的人和45分的人本质区别就在于 他的坚持的理念是把英文学好顺便考考 这也是我们恋恋有私的核心理念 那么如果你要达到70加这个分数 在考研复试环节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而这个分数的获得和上面这种被考同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 他会把英文的语感放到第一位 所以我们要多一些不为什么的背诵 多一些不为什么的看看英文美剧 不仅看剧情还要看台词 要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平时听听BBC 当然这些东西你们说没有时间 OK我已经帮你们全部准备好了 练词序列的书课当中 包括我们课堂所做的一切的扩展当中 都会替大家准备好这样一些素材和内容 所以大家只去跟上就OK 那么之前的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 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 他的英文版叫 Don't aim for success 你不要瞄准成功 If you really want it 你真的想要成功 你也不能老盯着它 也就是不要那么功利 Just stick to what you love and believe in 你只需要执着于 Stick to 坚持于你所爱的和你信仰的 What you love and believe in And it will come naturally 这里的it也就是success 成功就会自己走来 成功就会自己走来 也就是说你不要盯着它 不要功利 你只需要盯着自己所爱 所信仰 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 不就是这样吗 很多时候你做事别人不理解你 You just need to stick to what you love and believe in And everything including success will come naturally finally 它一定会最终到来 那么当然了 这个版本大家背诵比较复杂 写作装逼可以用 那平时如果做传播 我和我的这个太太 我夫人是复旦大学外语系的博士 每天也参与考研乐卷 那么她的班上的三名外语系的博士 复旦的 我们在上海复旦大学旁边有个叫大学路 非常漂亮 那么在旁边 我们喝下午茶的时候聊 我说这句话我们能不能翻得更好 真的是一下午大概在那坐了三四个小时 最后聊出一个版本 就因为这个版本我特别开心 请他们喝了double两倍下午茶 喝到2为止 那么我们想出一个版本 叫更值得大家去背诵 大家可以把它记在心里面 也可以成为我们整个课程开始的这个座右名 叫less interests more interests 这里取了一个词 interest 它的单数 不对 它的可数名词 这个词做可数名词的时候叫利益 大家都学过利益利息 所以less interests 指的是你不要总盯着利益 也就是不要总是那么功利 少一些功利主义的追求 more interest interest做不可数名词的时候 指的是兴趣爱好 随心 也就是你要多一些听从内心的声音 也就是多一些不为什么的坚持 做事不用那么功利 对不对 弹钢琴有什么好处啊 爸妈跟你说 哎呀还不如多做数理化 哎不一定 他让你开始有修为 让你安静 让你整个人静下来 所以真正热爱音乐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你会发现这个规律 对吧 高晓松说弹吉他的都是好孩子 我不是说你不弹就死 你说我会弹棉花 我指的这里的不为什么的坚持是一个虚的概念 你要有一个点坚持下去 就好像我工作再忙这么多年 唱歌是我最大的爱好 以前大学拿过很多唱歌的奖 后来发现嗓子坏了 哎我的第二个爱好 斯诺克兼职到今天 我在上海定君辉台的俱乐部 李中中哥 定君辉的老师 现在是我的教练 我和他关系非常的好 他现在免费教我打球 因为我免费让他小孩听我的网课 那我觉得他亏了 因为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他现在就是点对点教我打球 在来上海之前 我最好成绩单干四十多分 在在上海短短的半年时间训练 我现在最高单干打过九十一分 目前还没破百 这就是不为什么的坚持 给我带来的乐趣 至少我现在更尽力下心来做事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前面这一段好像是废话 我希望这段好成为 我们整个学习的关键 不要问练词序列可以干嘛 他可以干的事太他妈多了 总结就是 less interests more interests 我们一起共勉 好 那么 这句话可以去我的微博留言 我只要看着你留言 我写你好就给你抽奖了 我真这么干的 用这句话打卡来证明 你开始学习 练词序列好了 我真的会看到你们的留言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往后来看 第一个词 书中的第一个词 当然了 有很多部分我会扩展 那这里在讲课进入第一个词之前 我做一个练词序列的讲解说明 我在上课讲的时候 注意听 下面这句话很重要 我在上课讲的时候 里面的句子 我不会按照书里的感觉来翻 当然了 书图同归 最后肯定是一个意思 不可能书里面一个感觉 我翻出来和它不一样 那就错了 那么 所以我的翻译会完全按照 你们在考场里 第一次碰到这个句子 该怎么去反应它 能听懂吗 所以我会更加的口语化 各位 这样才能帮助你们真正理解句子结构 当然了 如果有些句子特别精彩 适合你们拿来做模仿写作 我当然会把它更加磨得精细一点 但是更多的句子 我们就是过 让你根据词来回到句中 不会因为这个词本身 而束缚你理解整个句子 这应该是练词序列最核心的部分 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 就算你把一个单词 词典里有几十个意思 你全背下来 换不同的句子 不同的场景 依然意思会发生改变 英文最大的特点就是 词没有意思 只有感情色彩 这句话是我在练词序列里 讲了这么多年的一句话 单词 英文和中文最本质的区别 中文强调 字正强远 每个意思都很精准 一个字说错了 都可能出人命 而英文真不是这样一门语言 英文的特点就是 它同样的一个词 在不同的语言场景 意思会发生各种变化 而且它会根据场景 进行含义的调整 就比如说 我如果随便写一个词叫fat 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 会出现这个词到底是什么 估计你就说胖 对吧 那但是如果两个好伙计 好兄弟好姐妹好闺蜜 好久不见 突然碰到了对方 特别开心 考上了研 在某某大学校园里 你怎么也来了 我靠 我以为就我一个人考上了 滚回去 不是这样吧 你肯定说 你怎么也在 特别开心 我们热烈拥抱 你说你怎么表达热烈拥抱 I just give her a big fat hug 你说什么叫 a big fat hug 什么叫做 a big fat hug 一个热烈的胖胖的拥抱 熊抱 也就是热烈拥抱 所以像这种词你背了一万个意思都没用 你说伟哥我还知道他做的名字叫脂肪 做的形容词叫胖 但是你在这儿你就没法翻了 所以我们在后面主要就是要把这一点理顺 于是更决定了我在读句子的时候 不会被书所束缚 但是我再说一遍 书中的翻译是打磨过的 你当然可以以它为参照 但听课的时候主要听什么 听思路 听伟哥怎么抓词 词组和句子 以及辩析的 好 有一些笔记你们要补充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词呢 叫做state 做名词叫状况 情况 国 州 做动词叫陈述 说明 那么我们看看他做名词 状况 情况的含义 一三年翻译 One of these urges has to do with creating a state of peace 好 主卫兵已经出来了 One of these urges has to do with creating a state of peace 这样 这其中的一种urge urge做名词 它叫做冲动 激发激励 或者说动机 或者叫欲望 所以你怎么翻 因为urge本身做动词的意思就是刺激某人做某事 叫urg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不对 那么它做名词的意思呢 就叫做刺激啊 激励啊 什么动力啊 动机啊 目的啊 欲望啊 都可以啊 所以叫这当中的一种期待 一种欲望 一种想法 has to do with has to do with 和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都一起翻译成 与什么什么相关 has to do with 那么这种想法和什么相关 和creating a state of peace 和创造一种平静的状态有关 creating a state of peace 那么这里的state就是状况情况的意思 创造一种平静的状况 那么哪种平静呢 in the middest of in the middest of 叫在什么什么期间 在什么什么中间 也就相当于emit 大家记一下 这里的in the middest of 就相当于emit emit叫在什么什么中间 在什么什么期间 那么他是想要在什么当中 创造一种平静和平和 in the middest of turbulence turbulence本来的意思叫强气流 现在的意思肯定叫躁动不安 所以你怎么翻 翻得越文艺越好 我不反对 那么这里的turb词根 大家都学过 叫脚乱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学过打脚 叫disturb 所以只要有turb 都是脚 脚乱的意思 就比如说 涡轮机 搅拌机 叫turbine 只要有turb就是脚 打脚叫disturb 大家都熟悉的 对吧 disturb 那么所以turbluence 本来的意思叫做气流 比如坐飞机的时候 我见到听到这个词 We've encountered some terrible turbulence Please sit on your seat and keep your seatbelt fashioned 我们遇到气流 请做好计划安全带 你下次做微镜 耳朵出去来听 一定有这句话 那么in the middest of turbulence 叫在躁动当中 那这里肯定不叫气流 因为它聊的并不是自然地理背景下的知识 所以你把它翻译成叫在这种躁动当中 就其中一种想法 一种欲望和在躁动中创造一丝瓶颈相关 就这么翻 好 下面 并行不备 来翻译了 still point of the turning world 叫做在这个turning world 在这个旋转的世界当中 turning world 创造一丝 a still point 一个静止的点 still 做使用词 叫静止的 大家都知道它做副词叫仍然 但它做形容词叫静止的 比如说有个固定搭配的 细表结构的短语叫stand still 这里的stand就是一个动词 still相当于一个形词 叫stand still stand still叫站着不动 站着别动 保持静止 下次你让你的某一个人不要动 或者你只会班上同学表演节目 你别动 stand still 别动 就这个意思 所以still做形容词 叫站着不动 不动的意思 所以这里的a still point 就相当于一个静止的点 一个固定的静止的点 of the turning world 在这个旋转的变化的世界当中 找到一个静止的点 这里来 to borrow a phrase from T.S. Eliot 也就是从T.S. Eliot的话当中 我们借用他的一句话 就borrow a phrase phrase本来的意思叫短语 这里的phrase就相当于expression 从他曾经的某一个表达当中 借用一句话 叫做a still point of the turning world 那么这里的所谓在旋转的世界当中 找到一个静止的点 也就是说在躁动中找到一丝平和 所以这句话具体聊的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但整个句子的关系清楚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state 做名词州的意思 这个简单 一般能阅读考过 During the 2016 在2016年的 Presidential Campaign 总统竞选当中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arly a quarter of web content 接近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叫a quarter of web content 叫互联网 网上的内容 web content 接近四分之一的网上内容 shared by 来看到shared 在修饰了 讲了无数遍 动词一地 不要以为它是过去式 那么多半是在修饰 这样四分之一的网络内容 被谁所分享的 你看我一看这个by 我就知道它在修饰 因为这里明显审略了 什么 尤其语法不好的 一定要不遗余力的 像伟哥一样去标 这个web content 跟shared中间 露了什么 叫nearly a quarter of web content that was 或者which was shared by Twitter 有Twitter Twitter就是美国版的 微博对吧 Twitter 在被推特所分享的 四分之一的网络内容 什么意思 by Twitter users in the politically critical state of Michigan 你看又继续往下加 在政治方面 有critical state 有巨大的重大的 这里的critical 就不是批判的了 它所形容词叫重要的 我讲过critical 有两大含义 第一叫做批判的 比如说critical thinking 那么除此之外 critical还有一个意思 叫做重要的 至关重要的 那这里肯定是 在政治大选当中 在选举当中 政治地位非常重要的 一个州叫Michigan 密歇根州 Michigan 所以叫来自于 政治大户州 来自于政治影响力 非常重大的 密歇根州的 Twitter用户们 所在Twitter上 分享的四分之一的言论 所以读了半天才知道 这个就是真正的主语 叫a quarter of web content 后半句话的这个主语 叫a quarter of web content 四分之一的互联网的内容 主卫兵在这 was fake news 是假新闻 四分之一由 政治重要大洲 密歇根州的 Twitter用户们 所分享的互联网内容 是假新闻 was fake news 看到没有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根据牛津大学的分析 所以你只要看出 这个主卫兵都解决了 所以当然为什么要跟着 我们一句一句这样理啊 那就是去理顺 一眼看到句子哪是修饰 啊 那share是在修饰前面啊 这才是化现了 才是主卫兵 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整个句子不难 好 我们来看看由他所引出的一串 这个变形的行径词 过一遍 第一个词 statute 注意 statute 这个t一定要发出来 因为意不发音了 意不发音了 叫statute statute 叫法律 法规 这是他的第一个难点词 state 为什么呢 因为state叫州 州政府 那么一个政府 必须靠法律来运营 对不对 所以statute 很好理解 那么跟他发音很近的一个词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叫statute statute 这个叫statute 这个叫statute 没有t了 u e 就反正u的音 意不发音 叫statute 区别在于 statute叫雕塑 雕像 雕像 statute 那么韦哥 练词序列当中有一个传统 会给大家推荐这个 很多非常有逼格的歌曲 大家知道我大学 玩过两支摇滚乐队 我自己开过一间酒吧 失败了 第二间后来我参股 玩得很开心 人嘛 挣点钱嘛 不就是为了养自己的理想吗 所以大家也要一样 坚持自己的理想 那么statute 叫雕像 我给大家推荐 我推荐的歌 你放心 绝对他妈不会有什么 一些流行啊 之类的 我没有 你们都听得到流行音乐 我不是说流行音乐不好 你们听得到了 我就不推荐 我推荐 基本上偏稍微 摇滚一些 甚至有一些小众的 给你们推荐 我现在推荐的这个歌手 就在摇滚乐当中 非常小众了 他的歌曲有一点 如果一定要定心的话 有点叫 religious rock 叫宗教摇滚 这歌本自己本身 是一个非常坚决的 这个基督教徒 他的名字叫做 Ed Harcourt 很多人说 我一个我一看到Ed 我就想到一个 Ed Sheeran 是那个Taylor Swift的 这个男闺蜜 唱歌也非常好听 有一首歌叫 Think Out Loud 对吧 叫Think Out Loud 听了吧 叫Think Out Loud 叫Think Out Loud 叫自言自语 Think Out Loud 叫想 想出来之后呢 大声说 自己一边想一边说 Think Out Loud 叫自言自语 Ed Sheeran 而我今天推荐的 这个Ed Harcourt 如果从音乐性角度来说 比Ed Sheeran牛逼多了 Ed Sheeran偏流行 歌曲写作的难度 没有那么大 他的歌 有一首推荐给大家 叫 Do As I Say Not As I Do 你看这个歌名 就吊炸天了 Do As I Say Not As I Do 叫照我 Do As 照着我 说的来做 Do As I Say Not As I Do 不要照我做的来做 也就是说 我说得很漂亮 讲得很有道理 但我自己却做不好 但这 难道会阻止他 成为一个老师吗 很多人说 哎呀 NBA那个教练 好烂 有种他妈 你自己上来打 别人当教练的人 让他自己打干嘛 有很多NBA的教练 自己年轻的时候 就是顶级球星 很多人说 哇 可他肯定打不过现在的 有意义吗 谁说NBA的教练 就要现在自己上去灌篮 就才能成为好教练 有很多天才 也成不好教练 教练跟球手是不一样的 有很多球星带队就带不好 没错吧 所以 说得好 没错 这句话不是骂人的 Do As I Say Not As I Do 只能证明这个人 对自己很了解 每个人基本都是 说得比做得漂亮 如果知行合一 那都是圣人 所以这首歌歌名 就很有意思了 Ed Harcourt 唱过一首歌 叫Do As I Say Not As I Do 非常好听 你们一开场 就是像宗教音乐一样 你们自己可以去欣赏 你们去听这首歌 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 我个人非常喜欢 用到了这里的 Statue 雕像 这句歌词太有哲理了 叫做 我给你们看看 啊 叫Political Medusas Make us stare like statue 来看一看 叫Political Medusas Make us stare like statue Political 政治的 Medusas Medusas 为什么我大写 稍微知道一点点 这个希腊神话的就知道 Medusa 美杜莎 小时候看过什么 圣都是青史吧 哎 你拍起吧 看着吧 Medusa 美杜莎 谁 当年也是一个著名的美女啊 只不过在背后 说了雅典娜的坏话 觉得雅典娜 女神没有她美 觉得智慧女神不如她 结果雅典娜就罚她 把她的一头绣发变成了毒蛇 当然美杜莎最有名的就是她的眼睛 只要你看她一眼 你就会被瞬间石化 这不是段子 是真的 就直接变成石头 变成雕像 啊 所以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双冠语 叫政治的美杜莎们 这些政客 像恶魔一样 因为美杜莎最后就变成一个 恶灵女性的代表 也就是魔鬼吧 monster 恶魔 啊 所以叫政治怪胎们 这些政客嘛 这些坏人 make us 让我们变得像雕塑一样 石化了 make us stare like statue stare叫盯着看 make us stare like statue 就让我们一盯着看 就变成了石头 也就是政客对于老百姓的控制 让老百姓像石头一样 没有自己的判断力 所以现在媒体 越来越容易被掌控 这是很可怕的 你看今日头条 我他妈要骂娘呢 你喜欢看什么 她就推什么给你 也表面上是颠覆了人类的阅读习惯 其实是极大的向人性低头了 人性是不能低头的 一定要人性跟蜡烛一样不点不亮 要是把人想要什么给什么 人类社会就废了 人类社会的每一波进步都是对于人性的控制 而现在倒过来了 人想干嘛 我就迎合你 互联网时代最大的毒瘤就在这 我有一天一不小心手点 本来今日头条我喜欢看NBA 看政治经济消息 那天手一抖点了苍老师 哇去他妈天天推苍老师给我 他会自动记录你的这个印记 对吧 但你推给我 我又忍不住 我本来不是故意的 后来就变成故意了 我不知道这么说 你能不能懂啊 我不装逼的 真心话 所以这不就是灾难吗 到最后每个人像住在巴别塔的人 一样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巴别塔 对吧 叫Babel Babel 巴别塔 对吧 巴别塔那个塔 本来通天塔嘛 人要修一个塔通天 去上天找上帝 结果上帝为了阻止他们 很简单 让所有的人说的语言不通 所以全人类说的语言都不通 这就叫巴别塔 Babel 所以我们人类现在越来越像 就越来越变成像雕塑一样 没法沟通 没法交流 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些 后台的东西推给你 把你整个人变得个傻子一样 甚至你看豆瓣 豆瓣里面各个小组 你觉得是一个物种吗 你想想我的话 你觉得豆瓣里的人 微信里的人 微博里的人 是一群人吗 早就不是了 所以这句话特别棒 我当时看到这句话 我说哇靠 这他妈是简直了 歌词里有这么深的东西 所以这首歌 我讲一下 它的歌词 单词量非常多 这一首歌学会了单词量能突破300 这里面单词都好难 什么肋骨啊 什么rip 背不下来的 rip 肋骨在里面都出现了 很有意思 大家好好去看一看 Political Medusas make a stare like statue 去听这句歌词 真好听 好 不说了 这叫做statue 然后不要读错 这个词哦 法令 statute 第二个词 manifestation 当然说我一个这里有几个词 书中没有 没关系 我会帮你们补充 书中东西 当然会讲 我还会补充一些东西兴趣 你们尽情记笔记 就ok了 manifestation 为什么会有这个行进词呢 你看这里藏了state 这里呢 也藏了state manifestation 它来自于 manifest manifest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逗的词 它可以做名词 首先 注意 manifest本身自己可以做名词 比较简单 man看到人了 所以它的第一个意思 做笔记 叫旅客名单 比如说坐飞机 在飞机上 它会打一份名单给你对一下 啊 骑了 所以为什么说 哎呀 明明这个飞机还在那边没飞 我只迟到了十分钟 你凭什么不让我上 如果你要上 后台要重新打旅客清单 重新排班 塔楼都要调整 你要有点常识 成年人了 不要任性 因为自己一点错误 还跳到后台去掌锅 别人 你看到了网上这段视频吧 这他妈就是白痴 你迟到就要承担后果 所以manifest的man叫乘客 乘客名单 旅客清单 也可以叫货物清单 比如说你们去海运集装箱上看运货 那个货物清单 也叫manifest 这是它的名词含义 好 第二个意思 做动词manifest 叫表明展示显示 记一下表明展示显示 把自己表现出来 所以才引出了这个名字manifestation 叫显示表明表现 这个第二个做动词的意思 就等同于什么display 等同于什么show 就很接近这个意思 display show 表现表明 那最后manifest做形容词 来 形容词既然是形容词 更多就是它所隐藏的形容词 感情色彩含义了 那么manifest做形容词的意思 也就变成了它隐藏的情感 而隐藏的情感毫无疑问 通常不是有名词决定 而是有动词决定 动作嘛 才有情感 所以表明表现 那一旦把东西表现出来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它的形容词意思叫 显而易见的 明显的 等同于obvious 等同于obvious 叫显而易见的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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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而易见的 等同于conspicuous 等同于conspicuous 注意重音位置 我再说一遍 中国人不要太纠结发音 你的发音当然不会达到 我们welearn口语老师 这个许奈夫老师的发音 因为它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 播音员 你跟他比发音 那么我跟他比我也自卑 那但是你作为中国人 有一个点读对了 你的发音就不会差 叫重音位置 很重要 conspicuous conspicuous 叫显而易见的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 做形容词做东西有了 那么manifestation 同样你看 重音在这 manifestation 做名词叫显示表明 那当然了 你去表现自己 显示自己 示威 manifestation 还有示威游行的意思 那么示威游行 除了有这个manifestation之外 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demonstration 来自于动词 demonstrate 名字demonstration 这个词也非常好理解 demonstration 也叫做游行示威 为什么 此根demo demo是什么 demo本来叫样品 样本 小样本 寄一个样本过来 demo 对吧 我要做个demo 所以你自己上街 无非就是把自己 像样本一样抛出去 我要把我心中所想 所想的国家 所想的制度 表现出来 我要上街游行 你就是一个样本 demo 所以demonstration 就这么来的 它叫做游行示威 把自己像样本一样 抛出去 我要一个心中的国家的样子 我要举牌子 我要干嘛 自由民主平等 那叫demonstration 就这么来的 demo 样本 所以才有了民主 那个词叫 demo 怎么说呢 叫democracy 对 非常好 有的人想起来了 注意中英位置 叫democracy demonstration democracy 你看 民主不就是一个样本吗 demo 美国人天天有迷之自信 巴不得全世界都变成它 每个国家国庆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democracy 叫民主 大家注意一下 就这么来的 demo 很有趣 好 那么回到这 manifestation 示威 那么这个也叫游行示威 当然了 不要忘记 有一种特殊的游行示威 也就是工人 不干了老子 那叫什么 罢工 那叫做strike 记住 strike 做动词 打 打击 去敲打的意思叫strike 做名词叫罢工 所以基本上 只要把这三个掌控了 就不用担心考试了 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词 statistic 叫统计数值 统计数据 好有意思哦 它是名词 你慢慢就会发现 ic结尾的通常都当名词用 而不是形容词 我们都以为ic结尾是形容词 对不对 它其实都是当名词用 比如说批评家 批判家 就叫做critic 就叫做critic 而形容词是加al 比如说批判的 叫做critical 对不对 我们说一个人一定要有批判性思维 叫critical thinking 叫critical thinking 你看critical就这么来的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 那么这里的statistic 一个道理 形容词statistical 统计学的统计的 叫statistical 好 搞定 不难 这些设备 就 сами